市長 路平的問題是我最近在這個內湖南港所遇到很多民眾都會陳情的 那市長呢 在上個會期其實也針對我們內湖的路平問題呢 用專案的方式來檢討 可是南港的路平呢 同樣也有很多的民眾反應喔 下一頁 所以我們發現說在南港的路喔 同樣一條南深路 您看到喔 它是在新北市跟台北市的中間 這是南深路的新北市端 鋪得又平又直 下一頁 這是南深路的台北市端 充滿著裂縫喔 崎嶇不平 那很多的民眾就問說 為什麼同樣一條路 新北市可以鋪得這麼平 台北市卻是這樣 跟一座報告喔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納入規劃設計 預計明年年中 就是六月底前可以幫你改造 下一頁喔 您所謂的規劃設計呢 市府跟我們的回覆是說 明年會施做一部分 接下來其他部分要分三到四年分段更新喔 那因為經費有限的關係 但是我們不了解說 台北市的路 一條路要分四年才能慢慢的把它鋪平 但是所謂的鋪平之後 路平之後呢 第一頁喔 我們發現說台北市的路呢 開挖的次數高達28次27次 即使說路平專案不能開挖 但列管開挖之後 平均比例高達47% 甚至最高在第一年就有76% 所以這樣的路平對於民眾來講 好像覺得是浪費公堂 那為什麼路永遠鋪不平喔 市府跟一座報告喔 這個我們有管制路段啦 那管制路段的話 除非它有三種狀況才同意它開挖 第一種就是因為政府的重大運動工程 請問一下喔 我們的路不平的原因是什麼 路不平的話 我想台北市因為地下管線錯綜複雜 所以說有可能因為它地基的關係 地下管線還有呢 第二個的話就是因為台北市也常常下雨 下雨喔 對 所以說有關這個天候的原因 那新北市不常下雨 下一個是什麼 大概最主要的話大概路不平的話 常常要維修就是大概這幾種狀況 事實上如果 事實上如果 所以你之前說因為立青回田不實 這是不是一個原因 立青 基本上我們的話 立青的厚度不高 回田不實 我們都會有品質的規範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 好沒關係 因為之前您回覆我們的公文上面寫 台北市路不平的原因 是因為立青的厚度不足 回田不實的原因 所以市長 我覺得台北市 針對我們這些路平的這些問題 可能要徹底的去了解這些廠商 到底有沒有依照我們的工法 去實際的去施作 因為如果是因為立青的厚度 因為回田不實 所造成的路平問題 其實我們認為是偷工減料的問題 這個可能才是根本的原因 那我們每年花這麼多錢 可是民眾的滿意度 跟這個路平的狀況 都會造成我們施政一個很大的影響 好 這個我們來改善